Hello大家好我是J2店小姐Jennifer 之前呢有好几期有跟大家讲过Telegram上面的Tone小游戏的空头埋伏 就譬如说这个我阿妈都会 只有一支会整的版本给大家 以及呢Dajun Dog还有这个Dog等等的 我们做了好几期哦 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游戏都已经发币 或者是即将要发币 如果说啊你是有跟着Jennifer影片好好做的话呢 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有猪脚饭是可以吃的 那虽然说啊Telegram的创办人被抓整个风向呢是有点歪掉哦 但呢我们不得不说Telegram能够带来新用户的能力是真的还蛮强的 这就是为什么啊很多交易所最后都不能忽视这一块 那现在Telegram上面的小游戏是真的有点太多了 并且我们常说了出了隆一之后呢 你可以埋伏隆二或是隆三 但接下来之后呢就会是小猫了 但我们今天呢还是会整个几个最近在市场上呼声比较高的游戏来给大家 大家就可以赶紧来参加起来 特别呢是第一个Graphon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并且呢加入Warelist的时间呢是快要结束了 所以请大家就赶紧看影片参加起来 好那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这个Graphon 那它呢也是Tone上面的一个鸭鸭 它用鸭子的撞声子也就是刮去作为命名哦 那他们要做的呢就是BSC链上面的Puffon 那DWF呢是他们的做事上 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哦 那目前呢是剩下没几个小时了 所以呢请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赶紧来加入白名单并且完成任务 那它其实有三种参加的方式 第一种版本呢是铃铺的版本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BNB Wacom版本 第三种方式是如果你持有Flocky 或者是Token这两种代币的持有者的话呢 就可以有加分 所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起来 那第一种方式呢是铃铺的版本 那也是现在在时间限制内大家可以来参加的方式 那这个方式非常简单 就请大家到叙述的栏位 找到G2链小姐的链接 可以赶紧来做起来 然后加入这个Wirelist 并且完成上面的社交任务 就可以拿到差不多是900分了 那唯一呢要提醒大家是 如果说你不想要连接自己原本钱包的朋友的话呢 记得要把新钱包的助记词给记下来 不然呢你可能下次进来的时候 心血就会白费了 那第二种方式呢是BNB的挖矿版本 那当你的钱包里面是持有0.05 BNB的话呢 你就可以每小时是获得更多的GRAD积分 那更多的BNB就会获得更多的积分 那如果说是多好的话呢 我会建议每一个钱包大概就是放1BNB左右 第三种方式呢是钱包里面持有4Key 或是Token这两种代币 那会有加成 可是呢目前做这些任务会得到的GRAD积分 是可以换算成代币呢或者是Ideal額度 我们目前是不清楚的 但是啊我们知道它的做事相似DWF 所以呢冲着这点我们就赶紧来参加起来 第二款游戏呢就叫做Bloom 那先前呢我们在Twitter上面也提到过非常多次哦 它的玩法呢非常简单 有三种方式是可以赚积分的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解社交任务 那第二种方式呢是你每天登入可以点击For me 挖币 那第三种方式呢是登入每天登入去拿游戏的卡片 那你只要无脑去消除绿色的雪花 并且呢按下冰雪花画面呢就会冻结 那如果说是按到炸弹的话呢 它是会把你的积分给炸掉的 那目前在Tone游戏中啊还没有发币 并且呼声比较高的游戏呢应该就属于这一款了 所以请大家就干净用J2连小姐的连结来参加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种的游戏 那第三个游戏呢叫做Duck Chen 那Duck Chen呢它是第一个Tone的Layer 2 它是由Arbitron所支持的 之后呢还会再串接其他的EVM Channel 那参加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哦 你只要用J2的连结开始玩 那这个是零撸的 你不用放钱进去 那你可以去解社交任务 并且呢还有解他们最新的测试网任务哦 好那我来讲第四种游戏 那第四种游戏呢就叫做Dedged and Dog 那这个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是由Harshkey交易所所推出的Tone小游戏 你可以早期埋伏之后的HSK平台币 那这个呢也是解社交任务 就可以来零宝箱了 那宝箱未来可以兑换HSK 这个呢也是零撸的 好那今天呢就总结了四个Tone上面的小游戏 来给大家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那这些小游戏呢 其实都是越早开始越有优势哦 所以请大家如果你看影片的话呢 就可以开始玩起来就对了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加密货币或区块链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投资 请大家物标谨慎评估 就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